十全国小棒球队参加中部联赛拿到第四名 桌球队参加自由杯 获得团体组冠军 还有两位争取到国手 议长陈玉仁昨日特别宴请这群小选手和教练及老师吃饭 为小选手加油打气 也感谢老师的辛苦 继续加油得家机 为澎湖争光 未来继续加油 希望你们可以取得通通更好的成绩 所以希望你们好 好不好 小朋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好不好 我们手都是大棒球 还有通了这样 近年来十全国小棒球队 桌球队成绩大放异彩 议长陈玉仁表示 特别宴请两个团队到六扇门奖励他们 因为两个团队表现优异 尤其桌球队不容易又获选两个国手 棒球队长期来也表现得很好 特别利用毕业典礼请小朋友吃饭奖励 其免未来有更好的成绩 甚至有机会代表澎湖 台湾为澎湖发扬光大 今天请十全国小的桌球队 棒球队来六扇门 庆功奖励他们 因为他们两个校队表现优异 尤其桌球队不容易又入选两个国手 棒球队长期以来成绩也表现得很好 今天趁着他们毕业给你的时候 请小朋友来这里吃饭 也给他们奖励 也希望未来可以继续争取更好的成绩 甚至有机会互选国手以外 甚至能在未来可以代表澎湖 代表澎湖代表台湾出去发展 把澎湖发扬光大 那等一下我还会颁发两个奖金 给两位小国手 让他们希望去台湾比赛的时候 也给他们一个鼓励 十全国小校长马长生表示 议长很重视学生的运动竞赛 平常就给加菜金 让小选手赴台比赛经费充裕 除了鼓励棒球队 后来周球队参加自由杯 获得团体组冠军 还有周易德及赖伯伦两位争取到国手 他们认为这次的胜利 不仅是技术和策略的胜利 更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胜利 这个棒球队去参加中部联赛的 达到第四年 那时候议长就特别说要鼓励他们 后来我们的桌球队有参加自由杯 获得团体的冠军 后来又有征询到两位 有征询到国手 所以刚好就一起借这个机会 那议长也很忙 就说今天刚好拨个时间 现在议会期间 但是还特别拨个时间 因为刚好今天毕业典礼 然后就中午就过来 来请这些小学生们 来给他们慰绕一下 所以要也谢谢议长 他平常也都给我们加菜金 让我们去比赛的时候 都经费人家比较有一个充裕的经费 陈玉仁宴请十全国小师生火锅 也获得六扇门老板的肯定 肉品无限供应 让学生们大快躲移 除此陈玉仁特别颁发给 周易德及赖伯伦两位小国手奖金 给予奖励加油打气祝贺 并期待在未来的赛事中 继续看到他们的优异表现 记者王海龙报导